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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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Gigi 然後我今天會和大家畫些什麼呢 就是我相信現在暑假也快到了 我突然想起兩件事 首先就是一個波浪形的形狀 就是有一個人在這裡 那為什麼我會畫這兩件東西呢? 暑假就快到了 其實我到現在都是不懂得游泳的 但是我就是會浮在這裡 或者沉在這裡 至於這個傢俬是什麼呢? 就是我聯想起 我和我的同學 一放假不知去哪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行傢俬店 我們以後合租的家就是這樣 這個傢俬也挺好看的 那個燈也挺有設計感 而且你哪裡都可以坐下 就是這樣 就會覺得那個佈置 令你很享受、很舒服 然後我們現在也開始 一個拆信的儀式 這封吧 好 你好 Gigi 一直很想問你 和檸檬究竟有什麼力戀? 是真話的清高的 一些硬照裡面 不是有些佈滿了檸檬的照片嗎? 雖然最後的MV是沒有用到 希望你可以一解我的迷思 我們MV的導演不在 我們MV的導演不在 他明明剛剛來了 這個檸檬是在暗示一些東西 例如 你平時 見到一個你很喜歡的人 和另一個人走近了 你可以用檸檬去暗示 得不到一些東西 但別人得到了 你也可以用檸檬去暗示一下 就是這樣 我想大家都很聰明 冰雪聰明 你們應該都知道我想說什麼 但是呢 有一個重大的疑惑 我的困惑 希望你可以解答我 你明明寫寶貝女子 然後你又說堂弟 那我究竟是你的女兒 還是我是你的堂姐姐呢? 作為一個姐姐 我也希望看一提這位堂弟 你是沒有寫回郵地址的 你就麻煩寄回郵地址給我們 我們才可以送回一枝筆給你 收回去收不到進去 不要緊 就是這樣